沿着楼梯向下走 这栋公寓的地下室 是这群人的家 四平不到的空间 堆满个人用品杂物 阴暗潮湿 空气里尽失一股难闻的味道 六十几岁的高先生 已经在这住好几年 哇 好像在楼虾 楼虾别人给的 事实上每天的三餐 高先生都以泡面饼干打发 整个房间最干净的是小桌上 上头写个寿字的观光照 但长寿真的好吗 或许就只是高先生个人想法 五十公尺长的地下 走道贯通道底 两旁隔起二十八间的出租雅房 目前一共八户人家住这 走道就是生活空间 打开房门 就是整栋公寓的排水沟 想洗澡上厕所 只能到最后面的公共预测 尽管环境差 但这里真的就是他们的家 一个月四千元 因为租金便宜 无形中集中了许多弱势汉老人 当地里长定期关心 却还是感到无力 连社服机构人员也摇摇头 这个似乎已经快被遗忘的角落 这么多年 政府却不是不晓得 很难想象在现在台北市 还住有这样一群 滴于水沟盖以下的住户 这当中包含的 不只是法规还有公安的问题 恐怕还有政府到底是 要管还是继续做事 不管的态度 谢谢黄霞 我严禁宇台北报道